bill 老师还有在场的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大家好 非常欢迎各位能够 在今天晚上来参与 我們大出版中心 中文藝術店合作的系列演講 我們今天請到的是 日本大學文理學部中國文化學科的教授 詹澤振美惠老師來跟我們演講 他演講的題目非常有意思 推開前往上海 前往重慶 被忘了電影的龍飛光 鼓勵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詹澤老師演講 謝謝美嘉仁教授的介紹 今天來到這邊的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各位親近的聽眾們 大家好 我可以坐下來嗎 首先我要感謝台大出版中心 跟正比書店給我這樣的機會 跟大家見面 分享一下台灣引人的掌聲的內容 雖然是一個引人的故事 但是我想從中也可以學習到 國家主義或者說 帝國主義 殖民地主義 這些東西所帶來的暴力 說我們怎麼樣 然後說他們怎麼樣 動不動作為了國家利益 來傷害人民的威脅 今天講的何飛光 這個人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 當時1930年代初期 在上海當電影的演員 在國府的電區裡重慶 指導過看戰電影 看戰後也曾經在香港 台灣 上海等地區 指導過故事片 當時相當有名的花語圈等人 然而 即便他那麼的有名 但是後來中華人民共和的從立以後 直到1990年代中期為止 不管在他居住的中國大陸也好 或者他的故鄉 台灣也好 何飛光幾乎被完全遺忘 那這是自然的遺忘嗎 因為有些時候人是很自然而然的被遺忘 可是他的遺忘不是自然的 我為什麼可以這麼說呢 是因為1985年出版的 《看日電影回顧重慶》這本書 輸入超過70多名的 看戰時期在重慶活躍的影人名單 這個名單當中 我們沒有辦法看到何飛光的名字 可是何飛光這個人 是在重慶那邊拍看戰電影 拍的最多的導演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說 何飛光被遺忘是很不自然的 是故意的啦 那麼日本拜戰之後呢 在中國大陸從立的共產黨 然後他們領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者推薦到台灣的國民黨 領導的中華民國 這兩個國家對峙中 兩方都對於各自 地域的助理 實行所謂的 行作國民的政策 進行行作中國人的政策工作的時候 何飛光這個人這樣的存在 是在中國大陸被視為 被視為台灣特務或者日本監諜 或者反合命的罪人 而不斷地成為被批判鬥爭的對象 那麼在故鄉台灣怎麼樣呢 他被認為說 選擇了共產主義的人 而被忽視 所以說何飛光在兩個中國之分裂 對地當中呢 對於各自而言 都會唤起我們曾經與對地的 現在的他們合作過這樣的基地 他代表這樣的基地 對彼此的國家 國民國家的論述來說呢 它是相當的不恰當的存在 就是因為如此呢 它就陷入了歷史書書當中的縫隙 當中的 好 那麼我剛剛講那個我們 他們這樣子的說法 那我們通常劃線 我們跟他們之間的劃線 怎麼劃線呢 那麼我們中國人 我們日本人 他們中國人 他們日本人 都是那麼明確的 可以一直都是明確的界線了嗎 其實先看這個圖 啊 你們看這個圖啊 看起來是什麼呢 鴨子 鴨子 有人說鴨子 兔子 有人說兔子 所以說其實呢 這個是認知科學當中 非常有名的鴨兔子 或者說兔鴨子 就是如果我說 別人說 這是一個鴨子 看起來像一個鴨子 但是如果我說兔子 大家都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兔子 對 好 那麼像這樣子的東西 是兩邊都可以解析 解析得通嘛 好 那這邊呢 就出現了另外三隻了 好 然後假設 他們三隻 這三隻呢 右邊的三隻呢 自己認為是個兔子 然後呢 他們正在擁有一個大刀 然後呢 他們很想多吃的一點蛋糕 像這樣子的場合呢 他們三隻可能說 左邊的那隻不是兔子 是鴨子 是他們的鴨子 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呢 我們不用跟他分享這個蛋糕 他們一直會這麼說 那第二個場合 假如 右邊的三隻呢 必須要搬走 一個很大很大的石頭 需要低壓 這樣的時候呢 或許 他們三隻說 欸 左邊的那個 也是兔子 是我們啊 所以呢 大家一起來搬石頭 好不好 也許會這麼說 好 所以呢 這邊的畫線 其實是非常任意的 好 好 那麼用這樣子的思考模式 比較容易想像 我們 他們之間的界線 這是比較任意的界線的 所以 跨回到 何飛光 如果今天呢 他的遺忘 歸納於國防兩黨 兩黨的對立的話 就是說 國民黨說 他是站在 共產黨的人 然後共產黨他們說 他是一個日本間諜 台灣特務 然後就是 互相對立的狀況之下 大家都不認為 他是我們這邊的 然後呢 我們在日本的人 就說 欸 這個 不飛光被遺忘嗎 這件事情是 國共兩黨對立的 連故吧 然後 這個問題 就歸納於 這兩黨的對立的話 我們可能會措施了 很重要的問題 也就是說 日本的帝國主義 殖民主義的問題 好 那 何飛光的 個人的生命軌跡 以及國家主義 或者說民族主義 本身 就有壓迫性的一面 好 那我們今天就從 何飛光的 個人的軌跡當中 就學習學習 所謂那個 國家主義 民族主義 或者說 帝國主義 殖民族主義 怎麼樣影響到個人 好 那 我在這邊就 整理一下今天所講的內容 好 上年時期 他就完全沒有辦法 脫離日本帝國主義 殖民主義 然後 作為演員的時候 今年時期 他還是無法脫離 前往而硬被偷走了 國約最好時期的日本帝國主義 他沒有辦法避開 在中國也沒有避開 也沒有辦法避開 這個日本的帝國主義 因為當時 這個日本的帝國主義 所帶給中國人的痛苦 這些痛苦使得 中國人把台灣人 視為日本人的總共 日本帝國主義的總共 不過 他經歷了這樣的經驗 所以 在他的螢幕上 他的身體 在螢幕上界定 應該團結的我們是誰的時候 就以他的被消化 當時的中國電影是想 需求應該團結的我們的界線 以及應該綜合的他者 對於何貝光來說 演出符合於我們的慾望之他者 是出於自己 他自己想被認定中去的慾望 也可以這麼說 然後 他作為導演 就透過電影所表達的就是 他們絕對不是應該加以排除的 如果能夠共同充當被壓迫者的課題的時候 我們跟他們能夠產生連帶關係 這也是抗日戰中最為劇烈的時候 為了恢復中國人民主題性的表述 但是何貝光在抗戰電影當中表述 也還是有極限 1959年6月 因為法革命罪 被偷走公民權 直到1961年為止都被殘職勞改 文革時期又再度遭到批判 而遭到監禁 妻子子女也都受到了迫害 雖然1979年 因為告臺灣同胞書的發表 對於臺灣出身的人的待遇有所改善 終於被宣告防革命罪 不罪 但是又等待了15年 才被允許以電影員的參加 電影員的身份去參加公開活動 過了80歲之後的人生的最後歲月 她希望的是回到臺灣回到故鄉 已經知道她還健康的臺灣的新舊朋友們 1997年企劃了何飛光的電影為部長 以及研討會 這個計劃就讓何飛光難過回到故鄉 處理了一層一層 以前往歐美還還責的手續 預定要在11月起線 何飛光的臺灣歸鄉 然而何飛光在84歲的生日 8月14日那天突然倒地住院 9月6日離開了人世 離她一心盼望的歸鄉 只剩下兩個月 這就是她後來後發生的一段 謝謝三珍老師 今天真的是老師講的精采 然後也引發了我們聽眾們 許多熱烈的討論的問題 可是實在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也許我們的討論 就沒有辦法再繼續下去 不過在這裡我就要鄭重的推薦 我們三哲老師在出版中心 所出版的這本她的專著 她今天講的何飛光 所有的精采的內容 都在這本書裡面 再一次謝謝三哲老師 然後也謝謝太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還沒想過 你 還沒想過 我還沒想過 也沒想過